什么是八卦 八卦就是义经 我们可以看这个义经 里面讲的全都是八卦的东西 六十四卦 由八卦两两相成 相叠加而成的 那义经又是什么 就是自然现象 天地水火雷风山泽 我们看自然界 无非就是这些 除了天就是地 除了水就是火 它是自然形成的 那除了雷就是风 还有就是沼泽跟山川 当然也有把这个队比作云的 也同样很有道理 那还有一个名字就叫 前侃跟镇虚离坤队 这个就更改阔了 那它不只指的是自然界 它把这个就是一个 凌链成了一个符号象征 可以代表万十万 你很奇怪 一个瓜项 八个瓜 就放在那 可以代表万十万 金在一掌中 所以秀才不出门 编制天涯式 那什么都可以推 什么可以算 五百年前五百年后 它是自然的一个发展规律 必然如此 你说自然界还有树 那是后天长出来的 我们看先天永恒存在的 那就是这些东西 幽福西一化开天之后 开天辟地盘古 后来文王周公 把这个 加上后带一些艺学家 把这个挂项的顺序 先天后天 整理 推演出来 一开始 也是没有顺序 但是它自然是有顺序 一定是有顺序 只不过没有留下来这个图 然后文王周公 加上挂项词 然后孔子 又加上 十只翅膀 十亿 添加了人文的 很多色彩 那作为人 面对这种自然 在自然当中 应该怎么去做 就完成了 由一经 变成了一转 有很多东西就容易 理解 当然你如果更有灵性 你可以不用看这些文字 那本身它就是个五字天书 那个更灵光 你说这个像 我都不用 我结合 再凝练 成为太极图 我这些东西 道理我都通了 我都能推理 能算 我不用 我用灵感 那更厉害 我不介绍外边 我物物以太极 人体自我 同样是一个宇宙 还有 这个八卦 到底为什么排 对应什么数 我们有机会 慢慢阐释 就因为它代表 所有的东西 太丰富了 你把它八个变成六十四个之后 六十四种情景 所对应的人事物 已经足够解释 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 在这个其中 它自然会怎么怎么变 它在这个位置 象征着什么 有什么意义 该怎么样才好 就是简简单单 你说 八卦 有四项 四项是由阴阳而变 两一 再有太极图 有混沌 有乌鸡 甚至 那你有灵光 你可以 不用看这些 本身它就是个五字天数 所以 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 那我们 说超自然 没有超自然 那只是你人做不到 没有这个 天地水火雷锋山则 这么大的 格局 这么大的能量 本领 如此而已 所以后来人说 我们八卦一下 你又再八卦了 它什么都可以 进行 二十一 三 二